當名三跑工程分判商或供應商 今早在機管局行政大樓門外請願 指機場三跑合約 3303號工程總承建商中國水電 中國電建等去年拖欠18家分判商工程款項 涉及金瓦達1億8千萬元 促請機管局加入事件 立法會議員陸仲雄認為 今次三跑3303號合約總承建商 欠供懲罪事件涉及合約監管制度上的漏洞 總承建商現時只需向機管局出示 分判商提供的發票 機管局便會向總承建商付款 但由於發票的性質和收據不同 不能證明總承建商有向分判商支付有關金額 因此便會出現總承建商收款後走數的情況 而機管局亦已已付款為由而置身事外 陸仲雄認為三跑工程作為一個公務工程 假如機管局今次拒絕加入的話 難免會令分判商往後對其他政府工程失去信心 他批評機管局在今次事件上態度被動 及不負責任 促請當局交代與總承建商的磋商情況 並研究如何幫助分判商收回應得的工程費用 有在場的分判商表示自己被欠2,300萬元 有關款項應該在去年8月支付 但對方一拖再拖 到今年3月份對方就只肯支付約3折 即800萬元款項 他認為是完全不可接受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那麼 parent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